大家好,我就是那个经常胡思乱想的赛挺队长 今天7月7号,跟大家聊聊关于七七事变的一些历史吧 提起这七七事变呢,就不得不提一件事 就是日本以侵略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政策 这个政策在日本是非常的有思想基础 就是从幕府统治末期啊 日本这个知识分子在留学西方的时候 当时的欧洲国家正在一个维也纳体系之下生存 那这就是战胜国啊 宰割战败国啊 然后那个强大民族战胜弱小民族 这种弱肉强食啊 丛林法则啊 这种强权理论就非常影响这早期啊 日本精英这些思想 对于日本来说 最直接的强权输出地是哪 朝鲜中国 但是以日本的体量 你要一口吞并中国 基本等同于吃人说梦 因此在七七事变之前 日本一直采取的是财食政策 比如说九一霸事变啊 热河事变什么唐姑协定 河梅协定啊 三五年华北自治 就是通过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啊 逐渐摸清了中国军队当时真实的战斗力 也一点点考量着国民政府的底线 那么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的一年 1936年两场政变 基本就是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向 日本是爆发了226兵变啊 主张这个优先改造国内这个黄道派 很快就被镇压 然后主张对外征服的建制派得势 于是呢 日本这个海陆冰啊 不是 日本的海陆军啊 扩边 蠢蠢欲动 当时的日本呢 士兵多出自于农民家庭啊 生活那是赤贫状态 军队呢 他在这个这个呃 不停的折腾啊 扩军 然后呃 士兵又为了这个能吃饱饭啊 能穿暖衣服 能穿上鞋啊 又就是对他们来说只有参军这一条路 那么日本就是走向了一个死循环 那好像就是对外侵略啊 比国内这么折腾 这么内循环 更能解决这个燃眉之急 那当时这个日本呢 寄希望于中国政府继续埋头 国内事务 在这个华北这些地方是吧 这个呃 就是无暇分 无暇分身 那 但是从这个三六年开始啊 这个 对吧 他国内是黄道派 呃 他国内是这个 对外那一派得势 然后再加上这个呃 再加上中国啊 西安事变 这西安事变就不多说了 那他的这个蚕食政策呢 已经不再轻易得手 那么军部呢 也不再主张说华北自治 什么炮制第二满洲国 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的军事占领 那么面对啊 日本的这个狼子野心 中国也在自救啊 首先就是要找国际盟友 918事变之后 中国就在找盟友 从32年开始 当时中国呀 依靠这个德国军事援助啊 基本上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良性道路 1933年 随着德国的国防军之父 冯赛克特将军来华 那么呃 国民党军队 国军的这个数量和质量 都是有了一个层级上的飞跃 德国也迅速成为了 当时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1936年 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武器 占他那个武器出口总额的28.8% 你看那时候 从那时候开始 中国军队有这个啊 150毫米的莱茵榴弹炮 然后一号坦克啊 亨克尔11轰炸机 还有这个其他那些个作战物资 那么德国这个国防部啊 还准备给国民政府再装备40亿个师 然后彻底这个 重新装备 就是中国海军 因为当时中国海军 实力等同于零啊 就是那些个主力军舰 还是那个满清时候服役的军舰的 那舰领都比那啥 比那个水兵年龄都大 别说比水兵年龄大 比舰长年龄都大 都是那个级别的 那 那显而易见的是什么呢 这些个德式装备啊 和德式战术 让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增长 比如说在这个淞沪抗战中 对吧 日军为他就付出了很大的损失嘛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随着装备水平的增强 国民政府的自信心也越来越强 在对日谈判的立场上也逐渐的转硬 不过立场强硬 并不能掩盖国力衰退 国民政府也深知留给他们的和平时间不多了 在七七事变之前的六月九号啊 三七年六月九号 孔乡西使团还访问了柏林 跟当时的这个空军部长 哥林 还有这个呃 纳粹德国的国防部长 伯洛姆宝 还有希特勒进行了会谈 获得了一亿帝国马克的贷款 用来买那些德国的商品 主要是武器和军需 那除了这个这个军事改革啊 除了这个在国际上拉盟友 那中国呢 也在用经济的方法啊 实施自救 比如说三十年开始 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就发布了 对黄金啊 英阳啊 这些硬通货的限制令 把全国的造币权统归中央 并在1933年实施费粮改元 把银元作为法定的本位货币 那自此呢 中国银本未至得到确立 但是日本呢 在华北偷运白银 这也严重动摇了中国的银本位基础 那为了挽救危局 财政部长孔强熙 决定禁止白银交易 白银国有化 并且呢立即发行法币啊 作为这个流通的工具 但是没有列强支持的话 你这个法币还是没法获得国际的信用 当时啊 日本正在拼命的破坏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 然后那时候英国也是因为顾及到了跟日本的关系啊 就这个这个呃拒绝了孔阳西的稳定贷款方案 就是英国他英国他不承认这个这个法币 不让这法币和英国英镑挂钩 那么最后呢 还是通过谈判 中国向美国出售了大概有两亿盎司的白银 那实现了法币和美元的挂钩 那大概是一比七吧 一美七法币顶一美元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比 呃 这这么一个货币 这么一个比例 那从而呢 就是 那等于说自此呢 法币他就有信用了嘛 啊 就成了一个比较啊 坚挺比较稳健的货币 日本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知道是吧 这蚕食中国完全是不可能了 因为此时啊 是吧 这那货币稳定了啊 和其他国家这军事合作也更紧密了 那 这个这个 你再想说通过之前那种蚕食的方案来说 不是那么好弄啊 那自从918事变之后 其实 当时这个 中日的关系 其实一直都很紧张 那时候就有人说嘛 说在北平 每一个春天 就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 但是 到了1937年的春天 就有一种 呃 前所未有的那种平静空气啊 弥漫于 中日之间 当时三月份的时候 日本还有一个这个什么经济史团 主要是一些银行家呀 什么资本家呀 到中国来访问 蒋介石还接待了 后来呢 他们也做了一个 哎 非常乐观的报告啊 觉得中日两国呀 短时间内打不起来 不过呢 还是有人 从这个 这种平静的气氛当中啊 平静的有些诡异的气氛当中 嗅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信息 就是说37年5月份 5月的时候 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啊 那个那个 中国通叫欧文拉铁摩尔 这个人就说过 说这个时候啊 太像1937年了 是吧 太平静了 平静的让我不能放心 我怕又要见到一个918 那么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他自己也没能没能想到 两个月之后 他的预言就成了现实 那在这一片这个虚假祥和当中 其实国民政府呢 并不是毫无准备 1937年的6月26号 当时这个 新一期的这个庐山暑期训练团啊 开业 就是 就是那啥 就是这个 主要是给军官训练啊 训练这个军官的这个这个基本素质 那么这次训练的内容 就是以抵御外武为目标的这个 这个训练内容啊 就明显增多了 那么 7号晚上到8号凌晨 就是咱都知道这 挑衅嘛 这个什么啊 那士兵走丢了 挑衅 那这个中日双方呢 就爆发了零星的交火 但是事件呢 很快就平息下来了 随后啊 两边就进行了一个漫长的谈判 因为双方的条件不一致 这谈判始终没什么进展 日本政府也在谈判期间召开了紧急会议 通过了向华北紧急增兵的决议 那么首相禁卫文博内阁啊 决定动员本土的三个师团 并动员这关东军朝鲜军向华北增兵 光是7月22号一天 日本就在天津港 卸下了10万吨的军用物资 那么7月17号 当时的日本内阁 就提出了解决事变的条件 其中就包括啊 这个啊 当时华北驻军内29军 29军军长宋哲元 向日本道歉 然后中国军队呢 撤出八宝山附近啊 再就是处分这些什么 小企事端的军事长官这些 那么 说实话 这些 这些条件呢 太苛刻了 这基本上就是 你没想让我答应 所以呢 那个宋哲元应对的方针 是打打停停啊 在随时观望 因为他也知道 自己的实力嘛 远远不够 所以要等到 国民政府的中央军 到达北平之后 然后再说 但这个时候啊 日本已经完全不给他们 会师的机会 当时7月25号 中日两军在廊坊车站 因为这个啊 就是电线修理问题 然后爆发了廊坊事件 日本200多个人 从天津开到廊坊车站啊 说要修理电线 然后占据车站就切断了平津的交通 那么26号 在丰台 日军的一个大队 以护桥和保护这个使馆区为由 开进了北平城 最后呢 在广安门 在广安门和这个中国守军 发生了交火 那么日军以这个为借口 29军 就是朝 朝北平的29军 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那其实在这个29军呢 和日军争夺北平的过程当中 除了南原机场 两边其实并没有发生啊 多激烈的战斗 29军高层呢 对此也没有重视 认为啊 两边在南原 可能就是一个小规模的冲突 后来在他们那个军事会议上啊 高层好像还打了几圈麻将 结果这个啊 半夜听说28号这半夜听说 那个 南原机场失守 然后佟宁阁赵登宇阵亡 这才发现坏了事了 赶紧是带着亲信 撤离北平 那些大小官员也是都坐鸟寿散 29号北平沦陷 那么日本在顺利占领北平之后 继续往南推进 不久呢 到达了石家庄 德州一线 陆军省又 从这个本土啊 呃 关东军呢 朝鲜呢 屡次调兵 又投入了几万军队 那按照日本人的设想 就是 我逐渐的给国民政府增加军事压力 然后 像像中国军队呢 29军的表现确实也不怎么样吧 啊 西北军本来这个装备就不行啊 士气更低了 对吧 你西北军的老大冯玉祥都都信基督教 都都都干那个呢 这哪有什么正事干呢 所以呢 就是呃 希望通过这样不断的压力 让这个南京政府啊 屈服 不过到这个呃 8月13号 这个南京政府已经不可能屈服了 是吧 这个事变呢 嗯 这个事变呢 这个战火呢 燃烧到上海 结果这个中日战争 就从一个华北的局部冲突 演变成了全面战争 那好了 关于七七事变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往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我还会继续在这儿跟各位分享 谢谢大家